男孩正准备参加美国高考 但在过安检时 被卫兵发现了藏在胳膊上的小巢 男孩吓得转头就跑 因为作弊一旦被抓到 就会被判处死刑 在未来世界 由于人口过度膨胀 导致资源极度缺乏 为了解决这个危机 美国实施了一项人类削减计划 所有学生每年必须参加一项联合考试 分数低的学生将被处死 所以学生们的每一次考试 都是一场生死的较量 莱纳作为学校的优等生 自然不会担心考试 但他的妈妈生病住院 他需要高额的治疗费用 于是他便经常给学习差的孩子辅导功课 还会贩卖一种高能的作弊眼镜 这种眼镜戴在眼睛里 不会被安检发现 但在进入考场时 男孩被别人撞了一下 一下撞掉了他的眼镜 他慌张地趴在地上寻找 但上方就是看守的警卫人员 男孩不得不起是离开 因为作弊被发现 也一样会被处死 布莱克一脸愁容地走进学校 但他并不是担心考试 而是担心自己的女友 因为他考试前不好好复习 而是找布莱克一起玩耍 于是他在进入考场前找到莱娜 想给女友买一副作弊眼镜 遗憾的是 最后一副昨天已经卖出去了 全部考生入场后 整个学校启动封锁程序 封闭大门 开启所有监控摄像头 很快考试正式开始 所有学生都在独立的平板上作答 每道题的答案都要经过深思熟虑 因为每答对一题 就是在为自己续命 结果在考试结束后 会立即宣布 不及格的学生会被当场带走 胆小想逃走的会被警卫当场打死 所有人都提心吊胆 而布莱克的女友 最终也还是没能躲过去 于是他打电话给自己的州长老爸 希望他能动用自己的关系 救救他的女友 然而老爸却秉持着公平公正的原则 果断拒绝了 愤怒的布莱克冲向薛检队伍 控制一名守卫 并大喊让女友逃跑 然而在这个戒备森严的空间内 他们终究是寡不敌重 女友最终还是被带走了 一年后薛检考试即将再次开始 有的学生为了通过考试 不惜用身体收买老师 而布莱克则不停地坚持体能训练 最后还给父亲留了一段视频 他要故意答错题目 气死他的老父亲 美国的高考究竟有多可怕 作弊就地处决 成绩不合格也会被处决 从一年级一直到十二年级的学生 都要参加名为薛检计划的考试 别人都为了通过考试绞尽脑汁 而布莱克却故意答错 想追随女友而去 他的州长父亲得知此消息后 气得怒砸凳子 为了救下儿子 他直接打电话给手下梅森 面其篡改考试通过的人员名单 布莱克性美于难 而学霸莱纳却被告知没有通过考试 老师得知这一结果也十分诧异 莱纳是他最好的学生 不及格是不可能的事 他当即要求警卫重新确认名单 然而上级却表示没有错误 无奈老师最后拥抱了一下莱纳 实则偷偷将自己的门禁卡交给了他 随后莱纳跟随队伍被带进薛检室 准备行刑 与此同时 不满结果的布莱克偷偷潜入监控室 本想查看考试结果 但是没有密码进不去 于是他便破坏了屋内的电箱 使整个学校电力系统瘫痪 薛检室的禁锢装置在停电时失效 莱纳趁着混乱逃了出去 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楼层时 却被一名警卫发现 他谎称自己是老师 然后从背后偷袭对方 可两人力量悬殊过大 莱纳很快就被扔在地上 危机时刻 布莱克挺身而出救下了他 莱纳表示 那些题目自己都复习过八百遍了 不可能出问题 布莱克也说 自己明明故意答错 却还是顺利通过了考试 于是二人决定 共同前往档案室一探究竟 但外面到处都是警卫 他们只能走通风管道 不料在通过一段走廊时 莱纳兜里的门禁卡掉了出去 没有门禁卡就无法进入档案室 于是两人偷偷来到学校实验室 找出一盘铁丝和一块吸铁石 打算用他拿回钥匙 两人拿上工具准备返回通风管道 可还不等布莱克爬上去 门口就传来了警卫的开门声 于是他让莱纳先走 自己则留下来断后 女孩趴在通风管道处 拿出铁丝和磁铁不断摩擦 随后将铁丝穿过通风口 小心翼翼的向下延伸 利用磁力吸住门禁卡 然后屏住呼吸 缓缓向上移动 不料升至半空时 突然被一个警卫抓住 但他看了一眼便松开了 原来这个警卫是布莱克假扮的 他刚刚在实验室打渔了那个警卫 并与他换了衣服 布莱克让莱纳去档案室 自己则前往削减室拯救其他学生 而此时在学校外 布莱克的父亲还在面对记者们演讲 大肆炫扬着削减计划的好处 甚至还表示自己要竞选美国总统 得知学校发生意外情况 他连忙打电话给手下梅森 要求恢复供电 立即执行削减计划 这件事绝对不能影响他竞选通通 很快莱纳从通风管道来到档案室 但这里的电脑 必须输入梅森的密码才能登录 就在他不知所措时 突然看到上方有一个监控摄像头 于是他连忙编辑信息 发给好友小帅 让他帮忙调取一段梅森输入密码的视频 小帅的父亲负责掌管学校的监控系统 他经常利用父亲的账号信息窥探监控 随后莱纳根据视频 顺利登陆档案室数据库 一查竟发现 许多成绩好的都被判了不合格 而成绩不好家里有钱有势的 却都被暗箱操作成合格 就在此时 州长为了平复媒体舆论 竟公开莱纳成绩不合格 且袭警制造恐慌 愤怒的莱纳立即将成绩截图 并将其发给小帅 就在这时 店里回复 梅森也通过监控 发现了莱纳 他立即派人前往抓捕 另一边 布莱克冒充警卫来到薛检市 要求释放所有学生 但很快就被其他人识破 并将其控制起来 几分钟后 莱纳也被梅森抓回了薛检市 一切准备就绪 梅森打电话给州长 只需他下达最后一道指令 殊不知 记者已经将这场考试 暗箱操作的黑幕公之于众 一时间舆论四起 金主也打电话给州长 要求他必须处理好此事 否则就断了他的资金支持 为了保住自己的竞选资格 州长决定大意灭勤 更正削减领单 不久后 莱纳被顺利放出 成功与家人团聚 而州长则将此次事故的一切责任 都推到了手下梅森身上 还大言不惭地表示 影片的最后 在一所秘密工厂里 逐渐清醒的布莱特发现 原来被削减的学生 并没有死去 而是成为了生产考试 工具流水线上的工人 感谢观看